我们刚刚所上的课程是第一堂环境设定与基础观念 在这边我们已经介绍了环境的规划与特色说明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介绍了输出录与变数操作 接着在下一堂课第二堂的部分 我们要来介绍的是条件分析与重复执行 而在第二堂课在这边会提到的是条件分析以及回圈语法